第一次搭國泰航空的飛機 就得到特殊禮遇走投本艙專用空橋 其實是 我們摘弄破了 大家肚子要塞 力道塞 寄取教訓我們以後不會再貪吃了 回到正題 國泰空服員的口音特別有招勤 因為緊張沒發現經過了機長的駕駛差 幹嘛 OK 就定位之後來看看飛機上有什麼吧 首先是前方置物駕帶內的雜誌宣導指南 這次搭乘的是波音777200的機型 雜誌有兩本厚厚的 就隨意翻翻囉 看雜誌之外更在意的是 座艙的空間大小 波音777200的國泰經紀艙 有293個位置是333的格局 190公分高的人坐起來就是這樣 腳部的空間是絕對不夠的啦 如果想要坐得舒服 就花錢加常座位空間吧 這邊有個特別的設計 我自己很喜歡 那就是 登登 頸部的支撐可以調整高度 嗯 感覺舒服多 座位空間對170公分的人 很明顯的膝蓋不會頂到前方 被舒服啦 剛剛忘記看的耳機 嗯 就是用很一般的助膠帶中 沒什麼特別這樣子 打手的部分有調整椅背傾斜的按鈕 螢幕蠻大的 有多個語言種類可以選 來看看視聽娛樂內容 自選電影的種類好多 西方 紅 亞洲 可惜航程太短 看不完一部電影 機上購物的內容也很豐富 內容 萬條 旅遊行程 如果太無聊 還有經典小遊戲可以玩了 嗯 這個是什麼 咦 居然連主題也可以更換 嗯 還有自選電視可以看 視聽娛樂的內容大概就這些啦 再來看一下座椅的設計吧 螢幕下方有USB插孔 還有小的置物空間 打開用餐桌是很貼心的兩段式設計 依照使用者的需求折疊 雙面都有一個杯型凹槽 收納之後還多設計了一個置杯架呢 座位前方的置物帶大小也很剛好 再來就是最期待的飛機餐啦 第一次吃國泰的飛機餐 是可愛的點心餐盒 包裝上寫的是番茄蛋火腿捲 盒子很精緻 但是一個吃不飽啊 牛皮紙做的小皮帶很可愛 裡面放了一包燕麥小餅乾 個人覺得蠻好吃的 還有一罐檸檬茶 看到這心裡有點小失望呢 哈哈 最後是一包紙巾餐具 是的 沒錯 不要懷疑 這些就是國泰經濟艙的飛機餐內容 從桃園飛香港的航程 只有一個半小時 如果想吃飽就等落地香港再吃吧 看看咬開來後的樣子 除了味道有點偏鹹 其實還不錯吃啦 當做點心還ok喔 航程真的很短 起飛吃完飛機餐就準備降落了 吃飽之後趕緊來寫路徑表格吧 出路徑香港一定要的資料 飛往香港的機上 空服員會發路徑表格 按測表格內容填寫資料 路徑檢查時 一定交給海關就可以入境香港啦 ok 簡單的飛行紀錄就到這邊啦 我們是肉咖夫妻熱愛分享快樂有趣的東西 如果喜歡這樣的分享 請幫我們 按讚加訂閱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請 我們下次見